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爸要把怀孕九月妈妈当转运猪卖了,妈妈不从,前一晚吊死在房间里,那孩子竟然从母体拖出,吊在双腿之间, 懂行地说,这是婴儿产景的大厦,我知道,我们一家人谁也跑不了,妈妈被带走的时候,我们正在家里吃饭。 爸爸同大伯二伯一起,将被锁在屋子里的妈妈束缚着手脚绑了出来。 我跟姐姐想要上前去看,却被爷爷拦住,爷爷老旧的烟枪敲在我的肩胛骨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坐着,我缩缩脖子,扯着姐姐坐下,妈妈凄厉地喊叫声就在我的耳边, 我握紧姐姐的手,试图躲避耳边的哀嚎声。 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们紧张个什么劲? 爷爷用烟枪将桌子上的烧肉顶到我们面前,道,每次这些好吃的还少你们的了。 姐姐低下头,面无表情地将面前的烧肉撕下一块,转头就往我嘴里塞。 我很少吃这么油腻的东西,所以差一点吐出来。 可是爷爷像真一样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我,我不敢吐,便只能压着恶心咽了下去。 就在此时,乡房里传来妈妈凄厉地喊叫,赵德权,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爷爷闻炎朝地上催了一口,哑着声音立声道,呸,见女人。 话刚说完,二伯便弯着腰进了屋里。 他是个锣锅,高高怂起的后背上像是背着一个大大的肉流一般。 爹,这是这次的钱。 爷爷从他的手里接过一打红色的钞票,他的脸上露出贪婪,随后,他将钞票放在鼻尖深吸了一口。 这世间最美的,便是这金钱的香味。 我抬头看向外面,妈妈的喊叫声已经完全消失,门口只有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和爸爸。 男人拍拍爸爸的肩膀,看样子很是满意,爸爸则是弯着腰点头哈腰地应酬着。 等爸爸将中年男人送走之后,才阴沉着脸去了妈妈的屋子里。 我知道,爸爸这是准备要跟妈妈算账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发出惨叫声的不再是妈妈,而是爸爸。 那声惊惧至极的惨叫,像是濒临死亡一般,凄厉至极。 死人了?死人了? 爷爷走进屋子的时候,爸爸已经吓得裤子尿了裤子,空气中都是一股子尿骚味。 没用的废物,爷爷叼着烟枪道,不就死了个人,你叫唤什么? 等爷爷顺着爸爸的视线看过去的时候,一向老练的爷爷也愣住了。 妈妈掉在屋子中间,浑身赤裸,身上全是青子的瘀痕,许久没有打理的长发散落在身上。 更吓人的是,妈妈隆起的肚子已经憋了下去,而在她的腿间,竟然还挂着一个小小的孩子。 那孩子被白色的细绳缠绕着,已经成形。 只是看起来并不像是个发育健全的孩子,像是有些畸形。 或许再过几天就会降生下来,可是现在她跟妈妈一起死在了这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这是婴儿禅景,我们会到大霉的,我们会到大霉的,爸爸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完了,我们都要死了。 爷爷皱着眉头,低声呵斥一声爸爸,随后绕着妈妈的尸体走了好几圈。 把他弄下来,埋后院里,随后爷爷一顿,打量着妈妈腿间的孩子,虽然这个品相不好,但是还是摘下来,放兮屋吧。 大伯点点头,抬起瘸腿,就朝妈妈的尸体走过去。 我跟姐姐趴在门边,大气不敢出一声。 平常这样的话,爷爷肯定要打我们一顿,然后骂我们赶紧去干活。 可是今天爷爷明显无心我们两个,只是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地抽烟。 大伯抱住妈妈的双腿,想要将人放下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像是根本抱不住妈妈的尸体一般,更别说将人放下来了。 爹,不好弄,大伯偏头看向爸爸,只有一只眼睛的脸上满事无措,像是一条鱼,很滑。 大伯又年时被火烧过,被烟熏的脑子不太好,眼睛也坏了一只。 爷爷蹭得一声站起来,抬脚就揣在了大伯身上。 废物,你没有脑子吗? 扳不下来,就用剪刀把绳子剪断了。 大伯被爷爷踹倒,手捂着伤口,愣是不敢出声,爷爷看着他这个窝囊样,就气不打一处来,随后扯起一边的凳子,就朝大伯身上抡去。 大伯的皮肤本就是烧伤过厚的,比正常人脆弱很多,爷爷这几棍子落下,大伯身上的皮一块一块地搭了下来,血淋淋的,很是害人。 眼看爷爷逐渐暴躁起来,二伯赶紧出来打圆场,好说歹说的,才哄着爷爷回屋睡觉了。 大伯撑着身体想要起身,可能是太痛了,一个没站住就撞在了妈妈的身上。 身上的血痕蹭在了妈妈的身体上,红艳艳的,看着很是吓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大伯撞到妈妈的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挂在半空中的妈妈在笑。 等我柔眼再去看的时候,那笑容却消失不见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吊在房梁上的妈妈,忽然觉得一股子邪气扑面而来姐姐。 我扯扯姐姐的衣袖道,我害怕。 姐姐嫌弃地将衣袖从我手中扯走,面露不屑,道,那是你妈,你害怕什么? 二伯拿着剪刀将吊着妈妈尸体的丝线剪断,皮肉摔在地上的声音无比清晰地闯进我的耳朵。 姐姐做事就要走,我扯住姐姐,道,姐姐别走。 可是,姐姐很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道,你想看就自己在这里看,我可没兴趣看死人。 爸爸吓得回不过神,大伯则是浑身血淋淋,没有好皮,只有二伯一个人在后院里挖坑。 妈妈被他扔在一边,他挥舞着锄头兴冲冲地挖坑,他动作轻松哼着小曲,看起来心情极好。 看着我丧眉搭眼的模样,二伯觉得晦气,拿着锄头过来吓我,可是我只是觉得该给妈妈穿件衣服。 二伯逗弄够了,我就不再管我,我长得小,搬动妈妈的时候还是有些吃力。 等我好不容易给妈妈穿上裤子后才发现,妈妈的裤子被阴湿了一块,我刚想拿毛巾擦擦,却发现二伯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擦不干净的,他有一肚子的羊水呢。 随后他又开始挖坑,像是觉得吓唬我很好玩一般。 他又开口说道,你知道什么是转运珠吗? 转运珠这三个字我常在家里听到,可是具体是什么我却不清楚,见我摇头。 二伯来了兴致,就是把一个怀孕得要生了的女人卖给男人,就像你妈一样。 二伯说到这里黑黑一笑,做到孩子掉了,就是把自己的霉运排空了,这就是转运珠。 随后二伯靠近我,露出他被黑黄的牙齿笑着看我,再过几年,你会不会也成为下一个转运珠呢? 他长得丑陋,加上周围黑暗,更显得他瘆人。 我匆忙给妈妈套上衣服,连滚带爬地走了。 身后传来二伯的笑声,他笑得很怪,像是被什么扼住了喉咙一般,在寂静的夜里,更是刺耳。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姐姐已经躺下准备睡了。 见我回来,他吃笑一声,给你妈妈换好衣服了。 我点点头吹灭蜡烛躲进被窝,夜里的风吹得很大,呜呜得像是人的哭声一般。 耳边依旧是姐姐喋喋不休地抱怨,他总是这样,只要是有关于妈妈的事情,他总是要说几句不中听的。 我摊开手掌,看着掌心的那块玉佩发呆。 那块玉佩是妈妈一直戴在身上的,刚才给妈妈穿衣服的时候被我摘下。 我想留个念想,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向晶莹剔透的玉佩上竟然有着细细密密的血痕,就像是人的血管一般。 半夜的时候,耳边传来一阵躁动,我睁开眼睛,发现姐姐正在小心翼翼地穿衣服。 我想出声,却发现发不出声音来。 等姐姐出了门,我才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 姐姐轻轻打开大门,直愣愣地走向后院。 我回头看看,爷爷跟伯伯们的屋子早就灭了烛火,就连门口看门的大黑,也没有反应。 一切都是诡异的寂静。 我紧紧衣领,慌忙跟去了姐姐的方向。 姐姐走路很快,就像是飘着一般,她打开后院的小门,随后后院便传来嬉闹的声音。 我趴在篱笆上往里看,眼前的画面让我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姐姐跪坐在地上,身边围了好多小孩。 小孩皮肤苍白,大大的眼睛乌黑,身上还有一些青子的瘀痕。 他们手牵着手,围着姐姐转圈圈,而姐姐则是搭拉着脑袋一动不动。 随后,一个小孩伸手,一巴掌拍掉了姐姐的脑袋。 姐姐的脑袋咕咕噜地滚到我的面前,大大的眼睛瞪着我,而脖梗的断口处,竟然还有几根长冲扭动着。 我不由地向后退了一步,鞋子踩过枝鸭,发出一声脆响。 我捂住嘴巴抬头往上看,却忽然发现那一排小孩正踏在篱笆上看我。 红得似是要滴血的嘴唇朝我一脸,露出尖而细密的疗牙。 抓到了!啊! 我尖叫一声,从梦里醒来,耳边是姐姐不耐烦的声音。 吵死了,姐姐将枕头摔在我的脸上,道,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将枕头放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道歉。 姐姐满脸不耐地起床,一边骂我一边抱怨自己的脖子疼。 这脖子像是断了一样,酸溜溜地,姐姐指指我,小心,过来给我揉揉。 我连忙起身,伸手给姐姐揉脖子,姐姐的后脖梗处有两处淤青,像是被踹了一脚一斑。 这红痕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昨晚上那个离奇的梦。 鸡鸣声响起,我从炕上跳下来朝厨房走去。 该做早饭了,等我忙活完早饭出来后,餐桌前的人已经坐齐了。 爸爸丧哒哒地坐在爷爷对面,眼下挂了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爷爷看着爸爸的样子就来气,拿起面前的碗就摔在了爸爸的额头上。 能吃吃,不能吃就滚。 养好了就赶紧再去给我找个女人回来。 爸爸戳懦着嘴唇,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敢说出来。 爷爷生气起来特别吓人,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爷爷差点打死大伯。 幸亏二伯拦了下来,就算是这样,大伯也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说话的功夫,姐姐端着馄饨走进来了,她娇俏地将馄饨放在爷爷面前。 一直是这样的,爷爷的饭食一直都是姐姐负责的。 而姐姐,也总是比我更会审时夺势力。 她很聪明,知道在这个家里最应该讨好的人是谁。 碗里精致的小混沌泛着粉色的油光,伴随着紫菜的香味闯进我的鼻子里。 尤其是上面还撒了一把小葱,更是勾得我离不开眼。 爷爷捧其碗呼噜呼噜地将面前的混沌吃完。 就在此时,默不作声的爸爸忽然开始呕吐。 起先只是一些酸水吐出,后来不知怎么,竟然有白色的丝线钻出他的嘴。 那白色的丝线,我觉得有些眼熟,随后我才想起来,妈妈死的时候,正是这些白色的丝线包裹着妹妹。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不是丝线,而是虫子。 那虫子从爸爸的嘴里伸展出来,直着身体向上卷。 爸爸显然也被吓坏了,他一边扯着自己嘴里的虫子,一边忍不住地干呕着。 是他来报仇了,肯定是他。 爸爸被枪的眼里都是泪水,嘴里的虫子跟扯不完似的,一鼓一鼓地往上冲。 地上也是,一把一把的虫子在蠕动着。 眼前的这一幕看得我是头皮发麻,只觉得身上各处都爬满了虫子。 爷爷却是一脸司空见惯的模样, 随后他从身后的橱柜里拿出一瓶白酒,将酒喷洒在虫子上。 做完这一切后,更是直接将酒瓶塞进爸爸的嘴里。 说来也怪,那些虫子一接触到白酒反应极其激烈,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化成了一滩血水。 爸爸瘫软在地,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似的。 爷爷邪逆了一眼爸爸,满脸不屑地走了出去。 吃完饭后,我提着食盒准备去给大伯送饭。 大伯住在院子里西南角里,旁边就是猪棚。 还没有走到房门,就有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我平住呼吸,敲响了大伯的门。 在得到大伯的同意之后,我推门进去。 大伯正在给自己上药,奇怪的是,他的屋子里并没有臭味,反而还有股好闻的香味。 小杏,过来给大伯上个药。 大伯坐在炕上看我,手里还拿着一个罐子,在他身边不远处还点着几根红色的香。 屋子里的香味,估计就是这香散发出来的。 等我走近我才知道,大伯的伤很严重,后背曾经被火烧过的皮肤破溃,已经掉落。 把药膏涂上去。 我拿着刷子小心翼翼地将乳黄色的药膏涂上。 明明是这样害人的伤口,可是大伯就像根本不痛一样。 只不过那几根红色的香被大伯拿到了面前, 贪婪的吸食就像是上瘾一般。 等我涂完伤口,大伯又从一边的红匣子里拿出了一张湿漉漉的鱼皮。 把它铺在伤口上,可要铺仔细了。 那鱼皮湿漉漉的,表层还有一骨子粘液,让人莫名地觉得恶心。 等我做完这一切后,大伯便挥挥手叫我走。 我把药膏放回去,却见桌子上还有几根香。 这香是那样的好闻,我没忍住,悄悄地掰了一小块放在衣服口袋里。 等我从大伯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晌午了,我连忙将家里的猪牛喂好。 姐姐仍旧待在西边的屋子里不出来,也不知道在鼓刀些什么。 下午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却见姐姐推门出来了。 她的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珠。 这些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竟然看到在姐姐的脖子上竟然做了一个女人。 女人长发极地,长长的指甲戳在姐姐的脖子上,此刻正弯下腰来在姐姐的耳边吹气。 姐姐的脖子被压得根本抬不起来,只能虚弱地拖着脚走路。 见我在发呆,她狠狠瞪我一眼,道,干你的活,看什么看。 而那个女人,自始至终没有变过动作。 不过短短几分钟的事情,我却觉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 晚上吃饭的时候,姐姐没来。 爷爷今天看起来心情极好的样子,打开了一瓶白酒喝得不亦乐乎。 爸爸仍旧是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吃完饭就走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等到所有人都吃完饭后,才赶上桌吃那点剩下的饭。 之前妈妈在的时候,总是会偷偷地给我留一个小馒头。 可是现在,妈妈不在了。 村子里的人睡得早,不过夜晚八点左右,村子就没有几盏灯光了。 姐姐躺在床上,直嚷嚷着身上疼,屋子里没有药。 我也不敢轻易去打扰爷爷。 一直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姐姐才尽了声。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想要睡觉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一阵一阵像是拉末的声音。 奇怪,这么晚了,会是谁? 我趴在窗前,将床单坐的帘子拉起,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发的女子。 她坐在石墨上,一压一压地像是在唱戏,而那石墨却自己转了起来。 我趴在窗帘后面,胸口处还隐约传来的香味。 那女子一压一压地比划了好一阵,随后却突然定在了原地。 我正纳闷呢,却看到那个女人偏头一笑,随后便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下一瞬,她的脸便贴着玻璃出现在我面前,她的舌头伸得老长,眼睛像是死掉的鱼一般,一片死意。 我连叫都来不及叫,就被吓晕在了原地。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有些微微亮。 我慌乱地起身向外面跑去。 昨晚的女人已经不在,而代替女人出现在石墨上的是爸爸。 爸爸被挂在石墨的扶手上无风自动,肚皮大肠,脏气被全部没碎,滴落在石墨下的铁盆里。 而取代脏气出现在爸爸的肚子里的,竟然是个不足满月的孩子。 那孩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没出事的妹妹。 耳边忽然传来一阵阴冷的凉风,像是要冻进我的骨头凤里一般。 随着这股冷风挑来的,还有阵阵叹息,伴随着阵阵低雨,闯进我的耳朵里。 他会用他的肚子孕育着你,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乖宝宝,爸爸的肚子是不是很温暖? 我慌张地向爷爷的屋子跑去,就算腿软摔到浑身是伤。 而当爷爷出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也难得地露出了几分畏惧的神色。 他一脚把铁盆踹翻,浓郁的血腥味传来,枪的人忍不住干呕。 去,给我把他的尸体挖出来,快去。 爷爷发话了,二伯闻声赶忙扛起锄头,顺便将我也一起带了过去。 你也赶紧挖,不然你爷爷会打死我们的。 等妈妈的尸体被挖出的时候,二伯倒吸一口凉气,他的声音颤抖,牙齿都在打颤。 怎么可能?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腐烂? 何止是没有腐烂,简直就像是活人一般。 曾经辉煌的脸色也变得白皙起来,嘴角还带着些许的笑意,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 爷爷将手里的拐棍往地下使劲一锤,随后就吩咐大伯回去拿工具。 爷爷叫我扶起妈妈,我只能照做,等我的手指触碰到他的时候, 才发现他的皮肤竟然意外地柔软,就像他还活着一样。 大伯手捧着一个盒子,毕恭毕敬地奉给爷爷。 随后,爷爷从盒子里取出几根细长的钉子,在妈妈面前站定。 随后,他竟然将钉子对准妈妈的头顶,用力地凿了下去。 红黄色的液体喷溅在我的脸上,我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声。 爷爷一个巴掌甩在我的脸上,怒斥道,叫什么叫? 给老子按好了,按不好老子连你一起定死。 那几分钟是我人生最漫长的几分钟,就算是日后看到别人剁肉,我都会忍不住发抖。 钉子凿进头骨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我的眼睛被飞溅得血肉,胡到睁不开眼。 臭娘们,这是你自己自找的,你不识抬句,自己愿意吊死,你凭什么找老子的晦气? 爷爷越定越癫狂,到最后竟然用双手抡起锤子砸钉子。 钉死你,我钉死你,让你永不超生,让你下地狱, 让你变成孤魂野鬼。 等爷爷终于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完后,已经临近晌午了, 他拽着妈妈的头发将我踢到一边。 臭娘们,爷爷骂道,我晒死你,晒到你魂飞魄散。 随后他扯着妈妈的头发将妈妈拖到土堆上,道,走,回去吃饭。 因为姐姐生病了,卧床不起,还一直说胡话,爷爷便指挥我去西面的屋子给他做饭。 记住,那线一定剁碎了,要入口即化,才好吃。 爷爷说到这里,像是馋疾了一般,竟然还贪婪地舔了舔嘴角。 西屋很黑,连盏蜡烛都没有,我只能借着屋子里并不明亮的日光开始干活。 姐姐之前早就将爷爷要吃的东西准备好,我只要从桌子上的罐子里掏出一块腌制好的肉块剁碎就可以。 那肉块嫩嫩地滑滑的,我抓空了好几次。 乳白色的肉块放在案板上,被我用菜刀剁碎,随后带着一点翠绿的葱末包净切好的面皮里。 做完这一切后,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我端着馄饨进屋的时候,爷爷急不可耐地从我手里接过,也不管烫不烫,直接一饮而尽。 爷爷早上的时候就没有吃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五个小时。 不过只是这短短的四五个小时,也有却像是老了十岁一般。 等他将馄饨吃完,我意外地发现,爷爷的脸上的疲态正在迅速地恢复,满脸的疲惫之色转瞬间消失殆尽。 爷爷的脸上满是艳足之色,就仿佛这碗馄饨是什么大补的药膳一般。 等我想揉揉眼睛看仔细一点的时候,爷爷已经满意地将手里的碗塞给我。 那罐子里的肉,绝对有问题。 收拾完午饭之后,爷爷去睡午觉,我忙着给姐姐煎药。 期间后院传来一阵顿响,砰砰砰地持续了好长时间。 后院里,二伯跟大伯忙活得热火朝天,而土堆前早就没有了妈妈的尸体。 我慌张地看向大伯二伯面前的砧板,像是看出了我的想法。 二伯因灿灿地看着我笑,今年的猪味得好长得也好,一定能买个好价钱。 我转头就走,强忍着眼泪不掉下来。 院子里的血迹早就已经被冲刷干净,就仿佛昨晚上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屋子里的姐姐又发出喊叫声,我知道,她是稍糊涂了。 我端起凉水走进屋子里,想为她擦拭身体,可是她却不住地乱动着,嘴里还一直念念有词。 对不起,对不起,求求你了,放过我吧。 说完这句话后她猛地睁开双眼,随后便像是失去精气神一般昏死过去。 我这才发现,姐姐的脖梗出有一圈青子的淤青,像是被人狠狠勒过一样。 姐姐的情况很不好,高烧让她整个人抽搐不止。 我找了爷爷好几次,可是爷爷仍旧无动于衷,烧傻了更好,烧傻了更听话,我已经给她找好了去处,今晚上就有人来接她。 随后爷爷晃悠着躺椅,道,去给我把礼屋收拾收拾,记住,不该动的不要动。 爷爷的礼屋都是姐姐去打扫的,我也只在年少时偶尔进来过一次。 屋子里倒是不暗,即使是白日也燃着不少的烛光,而在屋子的正中间还供奉着一把长枪。 枪尖上还刺着一个圆乎乎的东西,我离得远,看不太清。 我拿着抹布仔仔细细地将房间打扫干净,恍惚间一抬头,跟一双瞪圆的眼睛对上视线。 一口气没提上来,我差点交代在原地,妈妈的头被砍断,被爷爷戳在了枪尖上,额尖还有一个血红的封印。 鬼使神差的,我探手将妈妈额前的印记抹去了一小块,红色的香染起细密的香烟,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妈妈在对我笑。 怀里的那半截红色的香已经快没有味道了,而我知道,我能看到那些东西,都是因为那只红色的香。 我将桌子下的抽屉打开,果不其然,抽屉里还有几根红色的香。 我悄悄拿起一根掰断了塞进口袋里,装作如无其事的样子出去了。 谁知道当天晚上,二伯就犯了病。 起先,他只是无意识地抽搐几下,随后他像是坐不住似的,一直耸动着肩膀。 后背好疼,二伯尼喃着,试图伸手抓后背,可是他是个锣锅,根本抓不到。 快,给我挠挠。 二伯看着我,抓起我的手就往他后背上按,快点。 挠了一会儿,他还觉得不过瘾,便将我的手甩开,靠着墙蹭来蹭去。 爷爷此刻正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根本没有心思去管他。 二伯越磨蹭越难受,等客人进院子的时候,他的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渗出的血染透。 回屋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可是现在二伯哪里还听爷爷的话,他跪倒在爷爷面前,不住地哀求着。 给我香,给我香。 爷爷嫌弃他,耽误正事,请着人就要进屋,却没想到二伯此刻突然发了难。 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露出被他挠破的后背挡在爷爷面前,试图让爷爷知道他有多难受。 客人大惊失色,在看清二伯后背上的东西时更是吓得马上要走。 真不是他大惊小怪,而是眼前的情况这时害人。 二伯后背的肉流上,赫然出现了另一张脸。 那张脸在他的后背上撞来撞去,随着动作变化竟然还有表情,像是随时就要撞破这层皮肤钻出来一般。 而那张脸,赫然就是妈妈的脸。 一旁的大伯下的爹坐在地,身边的爷爷脸色铁青,客人见状撒腿就走。 二伯还在惨叫,爷爷眼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他看着痛苦的二伯,直接一把薅住了二伯的头发。 二伯哀嚎着捂住头,却见爷爷一把提起放在一边砍草的镰刀,一刀就把二伯背上的肉流弯了下来。 二伯直接腾昏了过去,那块肉掉在地上,爷爷用镰刀的刀尖插起,可是此刻那肉流上早就没有了妈妈的脸,只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肉了。 爷爷低头狠狠骂了句脏话,而高烧的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她站在门口,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哈哈大笑。 爷爷脸色铁青,我见是不好,就想上前将姐姐拉走,可是姐姐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她甩开我的手,目光挑衅地看着爷爷,与此同时,被我带在胸前的那块玉佩开始发烫。 我慌张地捂住胸口,在看向姐姐的时候,才发现,姐姐的脸已经扭曲了。 她的眼睛露出眼白,双手无力地低垂着,脖梗间的青子更加明显。 爷爷一个剑步上前,一巴掌扇在姐姐脸上。 随着巴掌声的响起,姐姐的脑袋音声吊在地上,脑袋咕噜咕噜地滚到我的面前。 当我背下的跌坐在地的时候,姐姐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她朝着我笑,却只是笑。 出了这么多邪门的事情,爷爷终于察觉得危险了。 她让大伯托着姐姐的尸体进了西屋,让我把二伯扶回去养伤。 二伯疼得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嘴里却还一直嚷嚷着药箱。 我看着二伯痛不欲生的样子,犹豫了许久,还是从口袋里将那一节节的碎香拿出来。 点燃那香的瞬间,二伯的痛呼声变了调。 等我再去看的时候,二伯满脸的满足,就好像后背上的伤口不存在一般。 爷爷跟大伯在西屋忙活,一直到深夜也没见他们出来,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睡不着。 凌晨的时候,院子里传来响动,爷爷跟大伯两个人从西屋出来了。 等他们回屋,我才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觉得天太晚了,一向上锁的西屋竟然没有锁。 我推开门,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屋子里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盆,无一例外,里面装着的都是姐姐的身体碎块。 碎肉被剃到一边,骨头被放进石臼里,被垂成粉末,拌上白花花的骨髓柔制成香。 随后放在木炭上慢慢烘烤,直至变成红色。 由此,一根人骨香便炼制成功了。 我不由地倒退一步,手不小心打翻了在桌子上的一个瓦罐。 瓦罐婴生碎裂的同时,乳黄色像是豆腐一样的东西碎裂在地上。 我不由地想起了大博瓦罐里的药膏。 胃里一阵翻涌,我跑到门外吐了个天昏地暗。 我知道,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 我手忙脚乱地跑进厨房,舀了一碗白面放到锅里熬煮,淋了还挤了点姜汁进去调色。 最后,我将熬好的面糊放到瓦罐里,悄悄地退了出去。 经过爷爷房间的时候,依稀听到爷爷的房间有声音传来,我趴在窗户上,悄悄往里看。 本应熟睡的爷爷,此刻正扭曲着四肢在屋子里,而在他的四肢上,隐约有着丝线缠绕。 我抬起眼相上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女人。 那人少说有两米高,头发很长,垂落在地上,遮住他赤裸的身体。 而在他两腿之间,竟然有一根长长的绳子落下,绳子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也在挪动着。 随后,他低下头,鼻尖轻轻嗅着爷爷的脑袋,鲜长的舌头伸出,舔噬着爷爷。 好香!我听到他的窥探声,他灿然一笑,嘴角都撕裂到耳后。 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被长发掩盖着的头顶,竟然满是血窟窿。 就这一会功夫,在地上爬的小东西已经来到了爷爷的脚边,借着月光。 我看到他张开嘴露出细细蜜蜜的牙齿,朝爷爷的腿上咬了下去。 女人甜甜嘴唇,也像同那小孩一样尝尝爷爷的滋味,可是没想到他刚张开嘴,却被架子上的那根枪一把射中。 女人哀嚎一声,引得外面的黑狗连连狂叫。 爷爷猛地从梦中睁开眼睛,下一秒,女人跟那孩子就化成烟不见了。 爷爷发了大火,将屋子里的东西全部散落在地上。 随后他大步走出来,脚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他拿起砍二脖地刀出了门,不一会儿门口就传来了黑狗哀嚎的声音。 爷爷提着黑狗的脑袋,一脸杀气地走了进来,我大气不敢出一声,生怕被他看到也会一刀割了我的喉。 我缩在被子里,听着门外的脚步声越走越近,随后,木门之压的一声被推开。 有温热的液体地在我的脸上,可是我不敢睁眼,直到耳边传来喘息声。 装睡呢?随后一个巴掌落在我的脸上,滚去给老子做饭。 我捂着脸从床上爬起来,慌不择路地向西屋跑去。 我熟练地避开地上的东西,从瓦罐里掏出烟肉,框框地剁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爷爷不耐烦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手脚麻利点,要不老子生吃了你。 想起爷爷之前的所作所为,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将馄饨递给爷爷的时候,他正忙着用黑狗屑给那把长枪喂血。 黑漆漆的长枪在昏暗的环境下,竟然还有散发着私缕的红光。 等我从屋子里退出来的时候,二伯勾搂着后背出现了,他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小兴,你那里还有没有香了? 你再给二伯一根。 我摇摇头道,没有了。 什么? 谁知二伯一下就变了脸色,他阴沉地看着我道,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吧。 还没等我说话,他又开口了,也对,那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舍得再给我? 二伯说着话便开始靠近我,看样子是想过来直接抢了。 我转过身撒腿就跑,二伯紧追不舍。 你肯定有,没有的话你跑什么? 一直追到猪圈前我才停下来,二伯身上有伤,晚我挤不到,他的眼里泛着光,看着我手里的红布包眼都不眨一下。 我反手一扔,将手里的红布包扔进猪圈。 二伯急急忙忙地冲过来,将我撞到一边,随后便拱着背在猪圈里寻找。 可是他完全忘记了猪圈里,还有一群饿了几天的猪。 那猪开过昏,自然和一般家养的不一样,二伯后背又有伤口,血腥味刺激着它们逐渐暴躁起来。 还没等二伯找到那个布包,后背便被咬了一口,二伯哀嚎一声挥手将那只猪拐开,可是随后却又扑上来一只,密密麻麻地推也推不开。 几声惨叫之后,二伯便彻底没了声音。 我坐在猪圈外,听着骨头被啃咬的声音,心里却意外地,得到了短暂的平静。 那只香我是故意给二伯的,为的就是让他知道我的手里有,这样他才会不顾一切地来问我讨要。 而二伯的归宿,也是我精心算计过的。 他不是最爱喂猪了吗? 那我就让他死在他精心喂养的猪嘴里。 只是不知道,他临死的时候,会不会怪自己把这猪养得这么肥,养得这么凶狠。 天亮的时候,大伯急匆匆地过来了,他看着我问道,你二伯呢? 我摇头,道,不知道。 大伯整个人看起来都很暴躁,他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扯进爷爷的屋子里,好好打扫。 地面上全是黑狗血,就连床上也沾上了几滴。 爷爷此刻正在睡觉,可能是昨晚睡得不好,所以呼噜声震耳欲聋。 我只能小心动作,不敢将它吵醒。 妈妈的头颅仍旧挂在那里,不知道爷爷用了什么秘术,竟然没有丝毫的腐烂。 我搬来凳子,小心翼翼地将妈妈的脑袋从枪肩上换了下来,随后我将妈妈的头颅藏好,将二伯的脑袋挂了上去。 我将姐姐被包下来的头皮粘在二伯的头上,远远看去,就像是妈妈的头颅一般。 随后,我将手中稀释过的粪水沾着抹布擦在那杆黑枪之上,所幸这屋子里香味浓郁,才得以将臭味掩盖。 粪水一触碰到那枪,那枪变止不住地震战,幸亏爷爷睡得熟,这才没被发现。 我抱着妈妈的头颅,躲进了柴房,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发生的一切。 快到晚上的时候,我将二伯的残枝丢在了大伯的门口。 大伯像是疯了一般,拿着锋利的骨头乱砍,锋利的斧头深深陷入木墩子上。 幸亏我跑得快,不然此刻,就应该在我身上了。 大伯历声骂了很久,到最后没了力气坐在院子里呼呼喘气。 爷爷臭着脸将门踹开,大声斥责着大伯,胡乱发疯。 而大伯的脸上也难得露出了不分的神色,却又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声声压了下去。 我暗暗地估算着时间,猜测着大伯什么时候会发病。 在此期间,我回首想要将妈妈的头颅拿进一点,忽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的头颅竟然消失了。 我望着爷爷屋子里的烛火,缩了缩肩膀。 午夜的时候,院子里爆发出了一声惨叫,我听出来,那是大伯的声音。 一个鲜血淋漓的人跌跌撞撞地奔向爷爷的房间,哀嚎着求救。 爹,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身上好疼,你给我药,哦不,给我一支香也行,我求你了。 随后,他便匡匡地磕头,就算头破血流,也不停下。 他身上的皮肤大快地脱落,血液顺着破溃的皮肤低落在地,不一会儿,就阴湿了地面。 他的手里捧着那个瓦罐,胡乱地将瓦罐里的东西往身上抹,可是却抹越疼,直到最后,他疼得站都站不住。 当然没用了,那罐子里的,是我熬煮的面糊。 他换皮的日子早就被我摸透,今晚就是他换皮的日子。 他的伤口本来就是破溃的,只不过是依靠着那诡异的邪术才勉强度日罢了。 而现在,瓦罐里的药假的,能够止痛让人飘飘然的人骨香也没有了。 大伯自然是痛不欲生。 就在此刻,爷爷将门一脚踹开。 他扛着枪,站在院子里,气势汹汹地骂我。 你个狗娘养的,敢因我。 你最好这辈子都躲着,千万别让我看见你。 不然我一定会喝你的血,吃你的肉,把你的骨头敲碎做成香。 随后爷爷又将面前一直不断哀求的大伯踹到在地,冷声说,就凭你这个砸碎,也敢问我要香。 那香有多珍贵,你不知道。 我把仅剩的那点香给你这个废物,那我不是脑子有病吗? 爷爷不管大伯的死活,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人骨香只剩下了几只,而制作的工艺跟材料又是那么的难得。 他自然是不会随意将剩下的几只拿出来。 大伯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随后,他撑着身体起身,眼看着就要冲进爷爷的屋子里。 爷爷脸色一变,来不及反应,就将手里的长枪刺进二伯的右腿。 二伯惨叫一声,跌倒在地。 畜生,你还想抢你老子的,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能宰了你。 爷爷说,这话的功夫,周围竟然起了浓浓的雾,腥臭的味道传来,院子里的爷爷瞬间变变了脸色。 而大伯依旧趴在地上,破溃的伤口,沾满了泥土。 他疼极了,就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很奇怪,明明周围有雾,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爷爷一脚踢开挡在面前的大伯,转身就回屋子,将头颅插了出来。 你来啊,你以为我会怕你? 爷爷被困在迷雾中间,却还是无所畏惧的模样。 你的头在我这里,你以为我会怕你? 就在这个时刻,头颅上的头忽然掉了下来,爷爷明显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望着枪尖上的头发扮上,才回过神来。 随后,爷爷直接将头发扔在地上,拿起枪尖对着迷雾乱捅。 浓雾中,随着一压一压的乐声,有一道巨大的影子隐约传来。 那影子挪动得极快,不过一会儿功夫,就已经来到了爷爷面前。 爷爷嘀吼一声,拿着那杆长枪就冲了上去,皮肉被刺破, 可是那巨人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不到几个回合爷爷就被压倒在地, 但是手里挥舞的长枪依旧不停歇地动作着。 可就算是被刺伤,巨人也没有丝毫地退步,反而将爷爷掐得更紧。 爷爷赤红着双眼,一口黄牙咬得紧紧的,他低吼道,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的神枪不可能出错。 可是巨人自然是不会手下留情,他将尖利的手指刺进爷爷的肩膀上, 抓住血红的皮肉使劲一扯。 爷爷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爷爷的身体竟然开始快速衰老起来。 爷爷不服输,试图掐住巨人的脖子。 可是吸收了爷爷能量的巨人迅速地膨胀, 一见老太的爷爷根本已经够不到他了。 与此同时,在爷爷的脚边出现了一群孩子, 他们像是饿极了一般,啃食着爷爷的身体, 没咬一口爷爷的身体就开始衰败一分。 怎么可能,我明明每天都在吃灵药。 说到这里,爷爷想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糕子, 一定是你偷偷调换了我的灵药。 当然是我,既然我要活下去, 就必然不能让他活下去。 今早上的那碗馄饨, 我用的是猪肉。 怪只怪爷爷, 就着滚烫的汤喝下去, 根本没有察觉得到。 这场争斗毫无意外, 以爷爷的失败告终。 等他快被吸干的时候, 我拍拍身上的泥土, 从柴房里走了出来。 爷爷平日健壮的身体, 只剩下一把骨头架子, 但他还是攒够依了口气。 他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将手心的符咒量给他看, 随后摆摆手, 让女人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怒目远征, 像是不敢相信一般。 其实, 在很早之前, 我跟姐姐躲猫猫的时候, 无意间闯入过爷爷的房间, 在那柄长枪下, 我发现了爷爷的秘密。 我早就跟妈妈学过韧子, 就算是这样, 对于书上那些晦涩的东西, 我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我只记住了那张纸上 并不算复杂的陷级图腾。 我唯一的亲人凄惨地死去, 可是始作俑者们 竟然还用他的身体开玩笑。 他们不见丝毫的愧疚与难过, 却用铲子拍拍妈妈的脸, 又用脚踹踹妈妈的肚皮, 嘴里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那晚, 我强忍着眼泪 将妈妈生前一直佩戴的玉佩 偷偷摘了下来, 以此为耳, 将妈妈的怨灵召唤了回来。 然后又用自己的寿命 跟精血作为代价, 让妈妈的怨气壮大到 得以跟爷爷抗衡。 可是我知道, 就算如此, 也没有完全地胜算。 爷爷竟淫着 邪术许久, 自是不好对付, 所以我将目标 转移到了姐姐的身上。 姐姐不喜欢我, 同样的, 我也不喜欢姐姐。 每次我没有出生的妹妹 都是被她带走处理的, 她还经常趁没有人的时候打我, 还常常辱骂最疼爱我的妈妈。 而每每妈妈 发现我受伤的时候, 便会病得更深。 只有姐姐死了, 我才能接近爷爷的吃食, 才能在那上面做手脚。 所以姐姐, 必须得死。 浓雾渐渐散去, 女人还站在原地, 瞪着眼睛看我。 我知道她不是人, 我也知道她很危险, 可是我还是伸手 将怀里的玉佩递给了她。 面前的妈妈 有一瞬间的恍神, 她苍白的手 接过玉佩的那一瞬间, 我的眼前仿佛 走马灯一般闪过。 我看着年轻时候的爸爸 将一朵红色的玫瑰便系法 一般地伸到她的面前, 随后将她的手拿起, 一枚束圈 就这样戴在了她的手上。 我又看到妈妈 义无反顾地脱掉脚上的高跟鞋, 随着爸爸来到了这偏远的地方。 伪善的面具被撕掉, 爸爸露出了隐藏已久真面目, 眼前的一切迅速破碎重组起来, 身上是一块一块的淤青, 逐渐风雨起来的身体, 临近产前的某一天, 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走了进来。 她的脸上满是猥琐的笑意, 随后世界昏暗。 她在这样绝望的日子里日复一日, 绝望地度过。 就在她第三次寻死的时候, 她又怀孕了, 这一次他们没有伤害她。 那天, 她终于生下了一个白胖的小姑娘, 她把她抱进怀里, 起名叫小杏。 她希望她能像山头的杏子一般, 走得出这个痴人的院子, 去看外面的辽阔。 可是, 爸爸将她怀里的孩子抢过去, 随手丢给另一个女孩子。 那个孩子她不曾见过, 听爸爸讲, 那是爷爷出门捡回来的。 她要挟她, 如果不听话, 便让她的女儿顶替她的工作。 可是她太疼了, 就在那个被撕裂的夜晚, 她将绳子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 她恨她怨, 可是她又想要保护自己的女儿。 所以, 她变成这个样子, 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手心间的印记隐隐作痛, 我抬手将妈妈后脖梗上的图腾抹掉。 在最后的时间里, 我将符咒解开, 还给了她生前最想要的自由。 从今天起, 妈妈你自由了。 女人空洞的表情出现了一抹难过, 随后她的身体渐渐透明。 在浓郁的烟雾之中, 消失不见。 妈妈消失之后, 我去了爷爷的屋子里, 将爷爷这些年攒下的家底, 全部揣在身上。 收拾抽屉的时候, 我意外看到了爷爷的身份证。 我没想到的是, 爷爷竟然已经快九十岁了。 爷爷或许是无意间得知了能让自己延缓衰老的邪方, 于是他开始追逐, 开始向往, 开始不择手段。 他把自己的儿子当成试验品, 终于炼制出了能够让人麻痹痛绝的人骨香。 我又想起被带到西屋的妹妹, 或许冥冥中, 也帮了我不少忙。 抽屉里还有一个隐藏许久的秘密, 爸爸跟爷爷的血型并不一样。 也对, 做尽这种缺德式的爷爷, 怎么会有健全的子嗣呢? 大伯跟二伯就是他的孽果。 爸爸应该是同姐姐一样, 不知道从哪里被抱了回来, 从小就被灌输一定要听话, 在这个家里, 父亲就是王的观点。 可怜的爸爸, 揪其一生, 最后都在被人算计利用。 就在此时, 手里的东西被一只鲜血淋漓的手抢走, 我偏过头, 看到大伯正扶着墙阴灿灿地看着我。 他还以为我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孩子, 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他凶狠地望着我, 仅剩的一只眼睛瞪得溜圆。 他这副样子, 我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我站在他的面前, 将抽屉里仅剩的几只香掰碎, 在他凄厉地声音中扔进了干水桶里。 故事的最后, 是一把火将这些罪恶全部烧毁。 我望着冲天的火光, 还有不断哀嚎的惨叫声钟, 被村长带走。 埋葬在院里的尸骨重见天日, 可是关于这件事情的相关人员全部死亡, 只剩下我一个不足九岁的女孩子。 谁能想到后院里埋葬了整整二十多具尸体, 有大人的, 也有小孩的。 这个案件以同伴分赃不均自相残杀而结案。 警察帮我找到了外公外婆, 不过他们不愿意见我。 他们觉得, 我是伤害他们孩子罪犯的后代, 身体流着的, 是肮脏的血液。 对于这个说法, 我并不否认。 我在孤儿院长大, 努力地用功读书,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 很多年过去了, 直到我的寿命到达尽头, 在人生的弥留之际, 我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 我看着年轻的爸爸将手中的花地给年轻的妈妈, 随后他半跪在妈妈面前。 宝贝, 相信我,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爸爸的脸上满是虚伪的爱意。 可是这一次, 我将妈妈伸出的手拉了回来。